羅家聰先生在大紀元新聞網的專欄《一命驚人》 標題為美國和歐洲在通貨膨脹 和失業的週期下確實相似 失業率和核心消費者價格指數通脹之間的關係 通常被用來繪製成非立斯曲線 不同經濟體的結果會有不同 在很多觀察家看來 美國和歐洲經濟體的主要區別 是在於後者的實際經濟活動 相對較弱 通貨膨脹率持續較高 這表明在X軸和Y軸分別代表的是 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的非立斯曲線圖上 美國相比起歐洲所處的區域更靠近內部 這就是說 美國的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都比歐洲低 為了看看這個是不是屬實 我們繪製了三個經濟體 從1998年 這也是數據開始時間 到2022年的非立斯曲線以進行比較 在討論結果之前 首先要注意這些曲線 和教科書上說的理論形狀相差甚遠 它們既不是線性的也不是突狀的 而是高度非線性的 在過去10年裡 美國的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不太能用非立斯曲線表示出來 然而 在過去的兩年裡 這兩者的相關性很好 特別是在高通脹時期 如途所示 移合的美國非立曲線 藍色 並沒有顯示出向左端的急劇上升 雖然這些散點是這樣 事實上 在低通脹時期 三個地區都出現了類似的散點 但是英國和歐元區的散點更為明顯 當通貨膨脹率變高的時候 在曲線的右邊觀察到尖銳的差異 歐元區的曲線處於靠右的位置 可能只是表明這三個地區的自然失業率之間的差異 歐元區的自然失業率較高 因為有很多經濟貧困的成員國 如果只比較美國和英國 兩者都顯示出類似的自然失業率 因為他們的失業率都在3.x%的時候 高通脹開始改善 當失業率高於7%的時候 英國更容易出現高通脹 而美國在失業率低於7%的時候 通脹率相對較高 在其他時候 兩條曲線的表現相似 如果歐元區的曲線紅色 向左移動3個百分點 那這三條曲線實際上 將處在一個差不多的位置上 這個表明同樣的理論 適用於這三個地方 可能具有類似的參數 貨幣寬鬆政策的利率權衡 在每個地方都或多或少的相似 知道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我們可以得出結論 用過去一年高通脹率的相同推理 因為我們可以類似地預測 所有通脹率都會下降 美國會首先下降 而歐元區和英國的下降則會滞後於美國 事實上市場也有同樣的看法 雖然美國預計將在5月或6月停止加息 但是歐元區和英國預計將在7月或9月停止加息 歐洲的週期性行為和美國類似 唯一的區別是 一個在時間上領先於另一個 本文編譯字 U.S. and Europe are indeed similar under cycles of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袁文康在英文大紀元 我才發現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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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